第43章 谁没有病 墨连东倒西歪骑在马上 马蹄哒哒地响 墨连脑袋一阵阵地晕 滴水成冰的天气 他后背剑伤涌出的血 都和衣服忽在一起结成冰 奇妙地撑起了他的背 让他不至于摔下去 小师弟的主公说 你先行回丰族 过五日再来 现在是第五日的晨曦 他要去献小师弟 回丰族的第一日 吴坤收到顾猎鞋 嫡奇也外出打猎的消息 立刻准备偷袭大楚 劝诫的老臣被吴坤杀了两个 一时也默认敢再劝 墨连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既然此时还是讽足幕僚 那就忠君之事 出列道 臣以为不可 吴坤问有何不可 墨连说你打不过 吴坤怒骂他这个怪物妖言惑众 要不是念在曾有功劳 非立刻把他处死不可 如果被处死 就是直言上贱被杀 能背个直辰的名声 墨连与绝佳良机擦肩而过 心里埋怨吴坤 该杀的不杀 不该杀的乱杀 现在杀了我 我还用辛辛苦苦去投储吗 我可真是太难了 回封族的第二日 吴坤带领封族骑兵 偷袭储君大营 他自己在东侧战场 被揍得鼻青脸肿 西侧战场本是凯格高揍 结果碰上恰好回赢的迪奇也 不仅输了阵 连骑兵精锐 都被迪奇也砍掉一半 损失惨重 吴坤被打得夹着尾巴溜回来 见到戴着面具 无视乱晃的牧连 心头火起 上去就是一脚 把牧连踢得滚出去老远 一脚踏碎了牧连的面具 怒骂晦气 也不知道是谁非要他戴面具的 牧连被踢伤了腰骨 一时爬不起来 他心里揣揣 难道吴坤看出来 他是想联络大飞 为头处立功做准备 不应该啊 吴坤又疯又蠢 牧连趴了老半天 才在四周讥讽的眼神中爬起来 既然没有士兵来逮捕自己 那吴坤就是没发觉 牧连庆幸着 把地上碎裂的面具 踢到路边 慢慢挪回了自己住的帐子 回蜂族的第三日 笛齐也率兵来攻 蜂族骑兵不敌 节节败退 蜂族大营收拾包袱 逃回西周 牧连腰骨还痛着 苦不堪言 抱着马脖子 像个破口袋似的 趴在马上 跟随大营回撤 一路上都十分丢脸 但由于面具被毁的缘故 混乱中大部分人认不出他 牧连苦于腰痛也没有说话 没有暴露面疆的毛病 竟然有同情 他主动给他送药的 让牧连颇觉兴起 本来 他活了这么久 只有小师弟和小师弟的主公 没有拿贤物的眼神看过他 如今有陌生人出手相帮 牧连忽然觉得有些开心 但到驻帝休憩的时候 吴昆扔给他一张面具 让他遮好你的残废脸 牧连盯了半赏 把面具戴上了 小师弟怎么莫打死他呢 回蜂族的第四日 楚王大告天下 揭发恶仆高望谋财害命 害死主人公子力 并交出了两个 霍乱天下的徒弟 一位燕朝丞相为碧臣 一位丰族鬼面 木寮木连 木连心里有点委屈 他哪有霍乱天下 倒是被吴昆霍乱得够呛 他心里还有点小激动 他竟然和大师兄 相提并论了 而且 大师兄这下子生命狼籍 没法死得那么人人称颂 这感觉 就像师父总说 大师兄是狼 他是狗 今天楚王一扒皮 原来大师兄也只是条狼狗 大家都是狗 谁看不上谁啊 木连想明白这点 脚也轻了 腰也不痛了 然后被暴跳如雷的吴昆 给抓起来了 吴昆骂他认贼卫尸 败坏了风族名声 木连说你撕毁盟约 风族名声很好摸 被直戳痛点的吴昆 当场就疯了 拔剑就砍 木连转身就跑 莫能跑掉 木连感觉 像是整个被都被劈开了 特别痛 吴昆嫌悟地 看着血泊中的他 大言不惭地说 念在当年救命之恩 就让他自生自灭 假如能活过今晚 就让大夫给他治伤 木连知道自己活不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人拍他的肩膀 你怎么样 木连 快死了 烦着呢 走开 没想到到最后 还真是被疯子砍死 无声无息 没有人知道 木连简直想哭 那个人把木连架了起来 一路把他搬上马 马脖子上 还记着木连一早打好 准备跑路时戴上的小包袱 哎 你是楚王的人 木连肯定道 那个人看了木连一眼 却不答话 哦 你看 木连从怀里掏出一块龙蝉玉 塞到那人手里 断断续续道 交给大飞 告诉他 生机自驳 那个人的眼神 终于惊讶起来 惊奇于木连竟然知道 储君试图笼络的对象 哼哼 木连自夸地想 虽然比不上小师弟和大师兄 我也是很聪明的 那个人在夜色中三下两下 就没了人影 动作迅捷得像是豹子 储君密探真是厉害 木连扯动缰绳 他两眼难以焦距 已经看不清方向了 但他相信 储君密探找的马总会实路 他坐在马上 听马蹄声哒哒的响 他要去献小师弟 不是师父的命令 不是大师兄的命令 是他木连 要去献小师弟 要去投靠小师弟的主公 储君大赢好远啊 天快亮了 后方有急切的马蹄声追来 完了完了 要死了 木连非常生气 一不小心就气昏了过去 再睁开眼 哎 小师弟 狄奇也向来以强者自居 对于弱小可怜 他气量是很大的 不介意帮一把 也不介意被弱小毁谤伤害 但木连拉着他的手不放 这种行为他还是不愿意灌着的 狄奇也把手一抽 木连眼神就很是委屈 像是无家可归的弃犬 小师弟 我不是你小师弟 小师弟 那老贼不是我师父 我不是你小师弟 木连趴在床上被御医治伤 想了想 告诫狄奇也 小师弟 虽然师父和大师兄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死者未大 不可任性 狄奇也简直要疯 江阳没想到 疯族幕僚是这么个人 而且眼见着狄奇也吃扁 忍不住想笑 但顾虑着狄奇也的面子 没有笑出声来 顾列就没这个顾忌了 他勾着唇 饶有兴致地看狄奇也 被木连搞得无可奈何 狄奇也瞪他一眼 顾列这才对木连道 你将狄奇也强弩禁鼓 但他从未败老贼 高望未施 为躲避高望残害 再煽动住了十一年 其中艰难 自不必说 以后师兄弟一事 不必再提了 这话让木连想了许久 久到御医都给他包扎完了 都没回话 张老起身 对顾列禀道 主公 木连先生的伤势 已无性命之忧 但损伤颇大 顾列点头 张老再道 令 果如主公所言 木连先生又是中过千击之毒 分量重而不纯 损了脑 因此 面部将坏 偶发抽搐 恐怕于授数有损 甚至言行易于常人 这话均一眼不提 但在场的除木连 都看得出来 张老猜测 恶仆高望对小王子说 是唯必成又年所谓 那应当是唯必成 从书中记载 知晓千击毒性 却不清楚 应当如何用药 并未提纯 所以 吓得分量重 是起了杀心 却没能杀死木连先生 只是要坏了他的脸 虽不知道这一出 是为了什么 顾昭却是机敏 现张老看向自己 便点头确认到 那怪老头是这么说的 说他的大徒弟 比二徒弟能钱 就是心思独了些 要坏了二徒弟的脸 木连寻声看去 惊喜到 小小失地 狄奇也彻底黑了脸 把青龙刀 往他枕头边一立 木连 你是不是真听不懂人话 那我大厨要你何用 木连 把脸藏在枕头里 呜呜呜呜地说 师父死了 大师兄也快死了 小师弟不认我 那我就没有那人了 全是外人 谁特摩是你那人 狄奇也一番白眼 正要斩钉截铁地跟他说清楚 大家毫无关系 却听顾列提议 你如果拜狄奇也为师 你就又有师父了 还有五个师弟 虽然他们先来你后道 但毕竟你曾经是狄奇也的师兄 关系更轻厚 这么荒唐的提议 顾列越说 木连的眼睛却越亮 跟狗看肉骨头似的 看着狄奇也 也不问狄奇也的意思 张口就喊 师父 狄奇也只 觉得天都塌了 顾列学习狄奇也 捅完窟窿就溜 带着小王子 先走一步 回了帅帐 狄奇也可不好糊弄 他不屈不挠地 跟进了帅帐 怒道 你收穆聊就收穆聊 为何非要 与我扯上关系 顾列看着他 冷静道 你不能和人扯上关系吗 将军同聊你 敬而远之 可以 你是个支队 本王忠心的纯臣 左右都督你不愿亲近 可以 反正他们个个 对你死心塌地 然后呢 你就这么来去无牵挂 潇洒到底 那又如何 狄奇也眉头紧皱 难道主公管天管地 还要管我的私事 顾列冷笑 那你为何要管我 是否活得了无声去 狄将军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不是很会成羽魔 狄奇也紧盯着顾列 疑惑不解 你活成那样 但凡江阳 他们能看出来 都会不忍心 都会插手劝你 而我不过是怕麻烦 不愿和闲人扯上关系 让自己过得舒服点 你我情况恰恰相反 你是不愿 还是不敢 顾列回视狄奇也 浓于黑夜的眼眸 藏着难以看出的不忍 本王不会派你的手下去送死 你不愿亲近你的手下 那一个本就 不是什么好人的木连 何妨 狄奇也最讨厌被插手私事 而且顾列 还提起他的心病 被戳了痛脚 他立刻回嘴道 那你怎么不去试试爱人 你娶妻何妨 顾列却很冷静 你这么问 是承认 你也有心病了 狄奇也答不出来 一甩杖帘 气跑了 顾列冷哼一声 埋头军雾 顾招在纸上端端正正的血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两日后 消息传来 唯必臣大喊着陈宁死 不想处备文人皇帝 杨平推下 高抬而死 狄奇也对跟在自己身后 荡尾巴的木连冷笑 你们师兄弟 倒是心有灵犀 木连歪头疑惑 师父 你糊涂了 我只有五个师弟 没有师兄 我是大师兄 他还很骄傲 狄奇也一口血梗在胸口 恨不得都喷顾列脸上 一个个都有病